刚才把重点都放在投信 那集团呢 其实每一年集团的做账 也非常非常精彩 那今年六月底 到底有哪一些集团是比较用力的 集团做账会比法恩账来得有用 因为它比较要赚钱 所以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法恩做账是比在后面的一个绩效比 那我们来看看 这边又出现了不错的 那长荣集团第一个 除了2603长荣之外 各位 集中市场比较热 OTC比较强 所以在长荣集团里面 你看到是几百亿的大的集中市场 那我们挑个小的 2607大家看一下 荣运 你看它现行里面 是不是跟那个刚长荣不一样 那像这个里面是不是它已经 红线攻上去 那两个陷阱它过的机会很大 那这个是做录音运输的 它也在动 这是集团里面反而有这样一个出现 再来 伪创集团 各位 我挑出来是因为它有涨的我才挑出来 有短打空间我挑出来 那没有短打空间的集团我就不提它了 好多集团都都没有要涨的空间的 那这个里面看看6669 我也是将它所有股票都挑完以后 那伪创会不会动 这个阶段里面是这个还不错 你如果导播那方面直接打架伪主 伪创它的股价 它就没有这个现行来得好 在不是它名字一样 那这里面是它可能股本小 慢慢再往上 因为它整地越过这一个前面的整理整理之后 冲上去慢慢上来的 所以变成是说 刚刚我们主持人有谈 伪创 对的胖胖胖胖 相对位阶就差很多 对它位阶 而且它左边有那个大三 整个压得很重 所以它如果要做它集团价 它找它手上相对位阶好的能动的 所以这个股票上去就是卖压 均线在上面 像那个电线一样不会上的 那我们看下一个国具来了 这个都有点看头咯 就这个钱慢慢是不是又 慢慢钱就有一些回到电子 但电子注意到 你想的你爱的都不会动 护国神山台积电不动的 还有那个护国神耀 那我们也不可能买到高端益 但是这个股票你看 你国具是不是它的头 很早之前做头 好几波的下跌 慢慢是不是开始上来了 如果我们以一个波浪来讲 是不是它上来的第一次第一波 回来我们还是第二波 所以它的筹码在 它的牢区很远很远 注意到这个国具集团里面 是不是它比较积极 这是我们在看 华兴集团华兴倒了嘛 华兴 但是华兴科在动哦 我们看看华兴科 这边是不是 看2492 那个就不要了 太差了 看华兴科 它现在怎么样 是不是它离左边大头去 有点距离 但是这一档 这个现行 是不是就没有国具来的好 好吧 这个就看看就好了 这不会长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它前面太多了 跟刚刚国具就比较干净 是不一样 我们再往下挑 台塑集团 龙头台塑不行 南亚不行 大家看一下 8046南电 出现在电子里面的南电 看看现行里面 是不是 高档正在那边停顿 各位这怎么要操作 现在不要操作它 它一旦能越过前面高点 你再去操作它 因为这是个整理的格局里面 我们不要逢低买进 万一它往下掉的 可能性很大 等到它越过前 新高再做操作 再来最后一档 红海集团 当然就不是红海嘛 但感谢红海 帮我们救命的疫苗 是台阳 是不是正在往上 轻轻轻在动 所以各位 我们集团里面 大家可以多注意一下 是哪些电子公司的股票 可能偷偷慢慢 在慢慢在动 所以这样一比较起来 你就会发现 集团当中 今年的特色 好像就是那么一两支 或者是有一些 比较不同于龙头的指标 再进行发动攻势 所以投资朋友要抓对 要找对方向 那建成了您的方向 我想在整个集团做账 有分传产跟电子的部分 传产我这边跟各位推荐的是 华兴立华集团 华兴立华集团本身 是除了传产以外 它本身也跨电子 所以我们从华兴来讲 以华兴立华集团来讲 它的大哥带头大哥 就是华兴 我们知道华兴最近的利多 最主要还是一个铜价上涨 虽然铜价最近 有从高点有开始一个回档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华兴 其实今年上半年的获利 还是非常亮眼 它第一季就获利有0.55 因为第二季又优于第一季 所以它其实上半年 包括它的本业部分 就有机会来到1块钱 刚刚讲到铜根不锈钢 其实华兴本身 它现在又转投资什么 像大雅一样 有这个转投资太阳能的部分 所以到了夏天 用电吃紧的时候 这个太阳能题材在发酵的时候 华兴也会跟着发酵 当然华兴 它除了我们讲 华兴立华集团以外 除了华兴本身 旗下还有很多 像华邦店 然后新唐 金城科等这些公司 我这边特别 另外跟各位拉出一档股票 叫做新唐 其实新唐最近的股价相对的 蛮活泼的 而且又是投信加码 最近就是加码2000张以上 新唐其实这家公司 很多人可能没有很多的注意 但是其实它本身做这个 维控器MCU 它是我们台湾唯一挤进 全世界前十大的 这个维控器厂商 新唐本身股价算是相对的活泼 最近从高档拉回 我认为就一个投信持有的长期 一个趋势来看 我认为反而新唐拉回 你是可以留意 在月底集团做账的时候 还是有机会再来往上攻 另外的集团股就是中美金 国际集团 刚刚杜大哥有跟各位讲过 其实国际集团 我这边可以补充一下 除了国际以外 它几下有一档股票 有一档集团是同心电 同心电我们导播 把这个K线调出来一下 其实同心电本身做CIS封装 其实同心电这一波 这个也是被法人错杀下去 这一波的地点到146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今天在跟你录节目的时候 他在今天拉了涨停 同心本身CIS的前景 依然看好 今年的EPS有机会到10块 这档同心电也是可以 给各位做参考的个股 最后就是中美金集团 中美金集团包括他自己本身中美金 还有这个环球金 那因为中美金最主要的获益来源 除了本身的太阳能 这个矽晶源之外 那就是这个环球金对它的挹注 那我们可以看到中美金的股价 在最近也是已经蠢蠢欲动 其实在这一两天已经有先发动 那目前在高档做整理 我认为到下礼拜做账之前 他应该有机会再往上攻高 所以传产股可能真的能够迎来 史上最火热的这个做账行情 不管是今年以来 瑕疵通膨题材上涨的传产股 或者是法人真的有转进 在买钞的这些标的 那甚至包括了刚才两位来宾 也帮大家点火到了 整个电子当中的搜罗 这些有可能成为今年作账标的 提供给您作为参考 感谢您的收看 下周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